你说这浪琴表到底怎么样 说实话 勇敢点 如果你想体会瑞士百年的钟表文化 浪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康老师 你这粉丝里女生多吗 没刘老师的多 万表流行力 康康也给力 大家好 我是刘行力 我是康维凯 有这么一批女生 他们要求推荐一款万表 不要时髦的 只剩下外形的手表 要有技术内涵的机械表 还说买机械表 不全是为了保值 而是为了表达一种 对技术文化的欣赏 当然还要有女人味 看来全世界的女表友都成熟了 个性化 技术内涵 优雅 是这些女生的选购标准 说实话 谁失去了这群可爱的女生 就失去了钟表市场的半壁江山呢 浪琴今年的名将系列女表 用机械表上一个浪漫的 复杂功能月相 一下子抓住了这些 有个性的追求优雅的女生 就是刘老师的那些粉丝 为什么要在女表里加月相 为什么今年才加上 我觉得月相显示是一个 特别有诗意的功能 月相应该是天文显示功能里面 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一个功能 天上的月亮怎么运转 就会完全重现在你的手腕上 月亮运转一个月 实际上是29天半 要在这个机械腕表里 再现月亮运转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虽说月相显示是个复杂功能 对一个老牌表场来说并不难 难的是在女表上 尤其是在小尺寸的女表上增加这种复杂功能 女人喜欢苗条 但这是最初的舍边 而月相这种复杂功能 说白了 就是在苗条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些肌肉的解析度 我觉得现代的女孩 光有时尚 不算有魅力 应该还要有个性和优雅 刘老师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在行的 经典的月相功能 以圆形和S曲线形式沿用了几个世纪了 所以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钟表的马甲线 这月相如果用错了地方 也体现不出它的魅力 早期的月相功能 都是用在优雅的绅士万表上 也就是正装表上 比如说2005年的 浪青名将全力八针月相 咱们简单捋一下浪青名将的进化历程 威姆斯导航表1927年 名将系列的许多技术细节 可以从这款导航表中看出 Avigation航空系列万表1998年 名将系列充满张力的抛光表圈 依表壳弧度略微外掌的 表尔麦利文表盘 垂直排列的阿拉伯数字石标 柳叶指针表 都是源于这款航空表 顺应全球范围内机械表复兴浪潮 2005年浪青表推出 经典的名将系列全力八针月相万表 该系列表管均搭载机械机身 月相功能首次出现在名将系列 该表被表明称为八针月相 2011年浪青表名将系列 逆跳月相万表诞生 号称四逆跳 这款表搭载浪青表专属707机身 四项领表功能 优雅不能打折 名将不能没有月相 浪青表全新名将系列 全新表盘的布局 六点钟的位置 设日期显示和月相显示窗口 小指针指示日历 搭载全新的浪青L899专属机械机身 刚才说浪青为什么在名将领表里 增加月相功能 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女生 对万表性能及优雅风格的追求 但是把有月相功能的机身 装到只有34毫米的表壳里 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 没有过硬的机身都不好意思 叫名将 名将毕竟是浪青表的当家花旦 当初的八针月相 再到加入龟游寺的最新款式 都体现了大师的将心 今年的名将女款透明的表背下 大家可以看到自动机械机器 精妙的运作真是一览无余 而且搭载该机身的表款 享受的是五年的质保服务 而一般的品牌只提供两年的质保服务 还搭配色彩丰富表带 有红的蓝的灰色色的 金刚链的手感也不错 其实我特别喜欢珍珠贝母的表盘 因为珍珠贝母可以展现七彩的光芒 但是又显得特别的温润并不张扬 然后在贝母的表盘上镶嵌了钻石 钻石的光芒是璀璨的 有一种交相辉映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能用好坏是非黑白去区分 每个品牌的表都有自己的特点 欣赏表应该是这样去欣赏 而不是只看这个表卖多少钱 其实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真的拿着浪琴的名将 跟瑞士某特别顶级的品牌的可行做过对比 当时还有一个同行在旁边 我们两个人一致的感觉 这个可行的差异 不像这两块表价格上的差异那么大 那你一句话总结一下 浪琴这品牌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想体会瑞士百年的钟表文化 浪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把这么好的表做在这个价位 实际上是一种 真挺不容易的 功力的体现 相钻石标加背母表盘 两万两千六百 相钻加普通表盘 钢链和皮带款 两万两千两百 不相钻加普通表盘 一万九千一百 钢链和皮带带同价 康老师 你老不敢承认女粉丝多 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浪琴明镜的女表就先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频道 也谢谢康老师 再见 再见